首相慕尤丁昨天下午到彭亨王宫 进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那外界盛传 慕尤丁是为了寻求元首同意 以在全国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就当外界就是都在猜测 慕尤丁在进见元首之后 就会马上做出相关宣布的时候 结果却没有上演外界所预料的那个剧本 那慕尤丁在昨天晚上七点左右离开王宫 改回首都之后呢 没有进行电视或者是线上直播 也没有针对紧急状态一事 做出进一步的宣布 那慕尤丁昨天到底和元首谈了些什么呢 国家王宫今天就发了文告 证实昨天的会晤 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慕尤丁向元首建议的内容 文告表明 元首会尽快跟马来统治者开会 商讨慕尤丁向陛下提出的这个建议 而国家王宫的消息人士 今天向英文新报透露 马来统治者将会在明天下午两点半 前往国家王宫和元首商议内阁的这个建议 那目前至少有六名苏丹 确定会出席会议 在这场会议之后 消息指元首会通知慕尤丁最后的决定的 那不管怎么样 在一切都还没有定案之前 元首是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切勿惊慌 静静地等候官方的宣布 好了 那虽然还没证实是否会颁布紧急状态 不过这个消息一出 还是引来了大批网民的热议 并在网上发起了抗议活动 hashtag Dollar Darurat 拒绝紧急状态 或者是hashtag Bantah Darurat 等等的词语呢 都登上了推特的热搜 不少网民质疑 国盟政府颁布紧急状态的动机 认为这含有巨大的政治动机 并不是像台面上宣称的那样 是为了公共健康 那对此身为国盟成员的一份子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穷沙 是最先跳出来为慕有丁护航的 也促请大家不要为审先判 政府要颁布紧急状态的消息 疯传了一天后 昨天有份出席内阁特别会议的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穷沙 今天出席官方活动时强调 政府至今都还没有做出任何宣布 各界不应该为审先判 他表示紧急状态 其实有很多种形式 但人一谈到紧急状态 就可以先联想到宵禁 但我们都忘记 当阴灰在哪里 为什么国家不持有残态 它名为残态 残态 残态 残态有各种残态 但什么都会努力 国家还没有做什么 另外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年也发文告指出 国家元首是人民最厚的希望 因为只有元首能够阻止首相 落实紧急状态 同时林冠英也置疑慕油丁 在提出这项建议之前 是否已经咨询过卫生部 颁布紧急状态的必要性 如果我国真的进入所谓的 经济紧急状态 那是不是就能够稳住政治局势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不过已经有经济学家预测 一旦这个紧急状态真的成型 那早前受疫情影响 已经千疮百孔的五国经济 势必会雪上加霜 自由今日大马引述 经济学家的分析报道当中就提到 紧急状态不只会破坏我国的民主精神 也会进一步重创经济 那正是因为外来投资者 会基于我国的政治不稳定 而望而却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个星期 那相信是因为我国的政局动荡 一口气大幅下调了 我国今年的经济展望 从原本的萎缩3.8% 扩大到6%将近一倍 那不只国外投资者会被吓走 国内的失业潮也会因此加剧 大马民主与经济研究中心 Ideas的总执行长杨舒文 就发文告点出 紧急状态出台之后呢 市场的情绪也会跟着波动 商家到时只会按兵不动 对五国的经济前景 抱持更悲观的展望 那市场情绪低迷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了 到时将会有多家的企业倒闭 失业率也自然会增加 另外昨天的马股收市时 跌破了1500点的心理水平 大马伊斯兰银行经济学家 亚当·穆罕默也预测 五国下个星期会出现 股民恐慌性抛售 而造成马股大跌的局面 在等到元首最终决定之际 市场将会忧虑难安 马股下周的走势 预料会有走在1400点 到1500点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